除此之外,马拉雅的知识化,广告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 他日益,基督恶福营销,虽然可以每一时佛人眼睛,受振振,征诺。 总观今天的福音,我们一方面看到天主如何打破人的思维, 以超乎寻常的方式邀请人参与他的救恩计划。 我们也看到圣母如何借由恩宠,突破人的困境,如何打破人的思维, 以超乎寻常的方式邀请人参与他的救恩计划。 我们也看到圣母如何借由恩宠,突破人的困境, 以开放和信任受者的通力合作。 天主只成为了血肉,居住在我们中间,为人类带来了救恩与出路。 这就是圣母领报的核心意涵。 我们也看到圣母领报的核心意涵。 居住在我们中间,为人类带来了救恩。 这就是圣母领报的核心意涵。 不需妄自卑薄,或过于惊慌不安。 因为天主是既许必见的天主, 他会给我们恩宠,完成那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 我们不需妄自卑薄,或过于惊慌不安。 因为天主是既许必见的天主, 他会给我们恩宠,完成那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 玛利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, 感而忠诚的应运。 玛利亚的这个应运,开启了耶稣的应运, 也把天主的救恩,从纳扎勒带到了整个世界, 改变了人类的命运。 在我们期待庆祝耶稣圣诞时, 不思索和聆听询问的态度, 面对我们的惊慌不安, 并怀着信德, 勇于答复他对我们个人的招教, 把天主旨降生成人, 与我们同在的喜讯, 与更多的...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弥撒讲道, 这里是翻替纲广播电台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, 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。 今天这个节目全部播送完毕, 我们在明天同一个 Storm Team, 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战处期。 南部长 ź何如 toutes我说的? 怎么回事